Hello 大家好 我叫瑪莉亚 今天我要大家看一下 我给宝宝买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里是一个宝宝的小床 小床 婴儿床 我买了这个床在咸鱼APPB 二手的 很多人可能问我为什么买了二手的 因为我发现了 新的小宝宝的床大概是一千多块钱 但是在那个APP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便宜的 而且我们买了这个 又便宜大概四百块 还有更新的一样的 没有哪里坏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的 而且那个人 还有帮忙给我们送到我们的小区旁边 对 给宝宝 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些我已经洗好了弄好了 是小枕头 还有被子 但是这个被子有点红的 有点厚 是冬天的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 然后 这里有这样子的 放在窗里面的 四周 四周 对 保护宝宝 这里还有可爱的猫咪 对 还有什么 我还有买了另外一个被子 这个被子可以 天气热一点用的 夏天的 对 夏天 对 买了 给宝宝买了小脑筋 小浴巾 浴巾 对 这里有小狐狸 有一点像那个 小 头盖 这个可以放在床旁边的 里面可以放各种各样的 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 苗博士 或者 之类的 对 等一下我让我老公 把小床拼起来 然后我们 把这些床里面的 给宝宝的东西 放在里面看一下 好不好看 OK 开始了 我们的小串已经拼好了 里面放了 这一二三四个 让它 碰到了手 然后 就是它 狗包的小 枕头 还有小背 对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 我们那边 完了 给宝宝三个小空袋 里面可以放鸟布丝 还有什么 纸巾 还有奶瓶 这种各样的 宝宝需要的东西 好了 朋友们 我们的婴儿传统 全部都蒙好了 你们喜不喜欢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很漂亮 你们觉得好看吗 好了 我们的视频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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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